满汉不能通婚,年士兰是汉人,为何能嫁给雍正,死后还能陪葬地灵? 年耕尧和年非兄妹二人都是地道的汉人,看到这经常会有很多人有疑问,清朝不是禁止满汉通婚吗?为何年非还能嫁给雍正呢?而且年非还那么受宠爱?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繁华五千年。 其实很多人认为的满汉不能通婚都是来自于影视剧的误导,这条规矩是源自于清朝历史上的八旗制度中其民不得通婚和不得交产的制度,注意清朝的八旗制度中规定的是其民不得通婚。 这和满汉不能通婚可是有很大区别的。 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清朝独有着区别于其他朝代的八旗制度,这个八旗制度正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创立的,明朝万历二十九年时,努尔哈赤设立了八旗制度,最初时努尔哈赤只设立了正皇旗,正白旗,正蓝旗,正红旗四旗,后来随着努尔哈赤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四旗也就扩展成了八旗,这也形成了基本的八旗体系。 到了努尔哈赤的儿子清太宗黄太极时期,满人的势力更加强盛,黄太极改国后为清。 与明朝对峙,还要征服朝鲜半岛和蒙古各部,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不少的汉人、蒙古人、朝鲜人归附清朝。 于是,黄太极在原有的八旗制度基础上进行了改革,黄太极把八旗分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人数较少的朝鲜族人混编入八旗汉军中,也就是民间说的满八旗、汉八旗、蒙八旗,这样一来,八旗每一旗又细分为满、蒙、汉三族各旗。 在八旗制度中规定,八旗的旗人战时为兵,和平时为民,当然,八旗子弟也不完全算是普通的民众。 在清朝入关之后,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八旗子弟算是特权阶层,不过在清朝初期,八旗制度执行比较严格,而且还有些类似于奴隶制度,其人的婚姻、财产、社会纠纷等事务都必须由旗主管理。 清朝的旗主权力很大,一直到康熙时期之后才逐渐被打压下去,康熙、雍正两代帝王都强化了中央集权,弱化了旗主的权力和影响力。 由于八旗制度的独特性,也使得清朝社会上出现了两大类不同的身份,那就是有旗籍身份的旗人和没有旗籍身份的普通民众。 齐民的区分就是由此。但是在清朝时期,受限于八旗制度的管制,齐人是不允许与普通民众之间有贸易往来的。 这也就是后来很多人都纳闷,为什么晚清时期,齐人在落魄穷苦,也不肯去做小买卖,除了齐人在清朝一直属于特权阶层,养成了好吃懒惰的祖传习惯之外,就是受这个齐人,不能与普通民众之间产生贸易往来的限制。 其实在名义上齐人的所有财产都是隶属于齐主,所以他们是不能私下与普通民众进行贸易往来,这条规矩也就是齐民不得交产。 为何年世兰享有着和雍正合葬的待遇,雍正的陵墓为何从未被盗过? 看过《甄嬛传》的人会觉得很意外,很不可思议,在剧中年世兰嚣张跋扈,仗着哥哥年庚瑶的势力作为作福,雍正对他恨得牙根痒痒,这样的反派人物去世后,居然享有着和雍正合葬的待遇。 其实电视剧只不过是为了戏剧效果制造的戏剧冲突而已,历史上,年飞温柔贤淑,她是雍正最爱女人,因为她包揽了雍正十二年间所生育的所有子女,所以想一想,如果雍正不待见她会和她生那么多孩子吗? 下面来具体说说,历史的年飞是怎样的? 其实,年世兰不过是电视剧《甄嬛传》中虚构的名字,历史上年事并没有留下名字,毕竟人家是雍正最宠爱的黄贵妃,明慧岂能随便透露出来。 电视剧中,把年世兰刻画成了嚣张跋扈,极度心强,心胸狭窄的女人,并且雍正压根就不喜欢她,而是为了拉拢她的哥哥年庚瑶,才娶得她,为了防止她生孩子,雍正还偷偷给她吃打胎药。 在历史上年事并不叫年世兰,她是雍正的最宠爱的贵妃,在临死前被禁封为黄贵妃,死后被追视为敦肃黄贵妃。 历史上的年飞完全与电视剧中的形象相反,真实的年飞是温婉可人,娇娇欲低,是一位身娇肉贵,能让任何一个男人都想保护的谦谦弱女形象。 年飞出身光幻世家,她的父亲是康熙时期的湖北巡抚年侠陵,隶属于香白旗汉军,她的哥哥年庚瑶更厉害,年庚瑶在三十岁时就获得康熙赏识,被禁封为四川巡抚,成为清朝历史上最年轻的巡抚。 年庚瑶能力非常不错,早在康熙时期就深得康熙喜爱和认可,康熙五十年,一七一年的时候。 康熙提升年庚瑶为四川总督,也是在这一年,康熙认为年庚瑶是个人才,为了拉拢年庚瑶,康熙为她的妹妹年氏赐婚,将年氏嫁给了自己的四子雍亲王印珍也就是后来的雍正。 雍正当时已经三十三岁,她早已娶了迪福建乌兰那拉市,也就是后来的孝敬县皇后,所以年氏嫁给雍正是做侧福建。 即便如此年氏,当时在雍正的王府中地位也算很高了,仅次于迪福建乌拉那拉市,毕竟当时乾隆老妈牛古路市都已经生了乾隆,还只是王府中的树福建。 这就在于年氏父兄都是高官,所以在王府中身份地位很高。 历史上雍正和乌拉那拉市感情一般,不过雍正对她很不错,雍正和乌拉那拉市属于是相敬如宾形的夫妻,但她对年氏是真正的爱意满满。 这主要在于年氏属于娇柔可人形,她自幼身体就非常虚弱,连说话声音都是非常细腻低柔,所以这样的女人最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望。 作为心怀雄心壮志的雍正,自然喜欢温顺可人形的女人,更能让雍正有一首乾坤沃江山,一首抗力辅骄称的感觉。 因此,雍正对年妃是极为喜爱。 从康熙五十年到雍正元年,这十二年的时间里,雍正其他妾室从来没有生过孩子,雍正基本都是每夜与年氏共浅,年氏也包揽了这十二年中雍正所生育的所有子女。 十二年中,他为雍正生育了三子一女。 但很可惜,年氏由于本身身体虚弱,所以他生的孩子生下来就身体不太好,全都夭折,年氏在康熙驾崩时怀有第三子伏配。 当时由于康熙驾崩,年氏跟着手效操劳,最终导致伏配早产,但很可惜雍正刚给伏配起完名字,不久就夭折了。 年氏也因早产和儿子夭折,造成了身体越发虚弱,不能再与雍正行云语之事,也不能再生育孩子,但雍正并没有因此而不再喜欢年氏,反而他越发珍惜年氏。 本来按照清廷规矩,凡进封为贵妃的女子出身,必定要是赏三旗出身,而年氏家族,只是下午其中的香白旗,雍正继位之后,为了册封年氏为贵妃,特意将他家族全部抬及进入香黄旗,年氏因此才能进封贵妃,而此时,年氏身体已经虚弱得不行,都不能再行房事了,但雍正却依然十分喜爱他。 还为他的家族破格台极,每晚还照他侍寝,可以说雍正照年氏侍寝,已经超脱了性,而是真的拿他当妻子一般,想和他每晚拉拉家长才能入睡。 虽然年氏先后为雍正诞下三子一女,但是因为年氏从小就体弱,雍正就说过飞速病弱,所以他生下的孩子都天生不足,三子一女都逃不过早伤的命运。 尤其是第三个儿子,是在康熙六十一年怀上的,孩子还没出生,康熙就驾崩了,办丧期间有各种礼仪需要遵循,还要不停地跪拜,导致动了胎气。 孩子小产 通常情况下,不管是民间还是皇家,孩子小产不会给取名,也不会列入叙齿,雍正却不仅破例给这个孩子取名为伏配,还将其寄入宗碟,列为黄九子。 年氏病逝后的一个月后,年庚瑶就被雍正赐死。 而年氏包括年氏家族,除了年庚瑶一脉,都没有受到牵连,在这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因为像年庚瑶犯的这种重罪,在历朝历史至少都是要诸三族的。 一般来讲,后妃病逝,如果有需要追逝的,都会由内务府拟几个字给皇帝甄选,但年氏病逝后,雍正却亲自为其拟士号,尊为敦肃皇贵妃。 这个士号,不仅在清朝是独一份,在历朝历代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敦肃,二字和五,高,神,义等,都是用来赞誉君子,君王的,因此,以敦肃来作为后妃士号,年氏是首例,也是唯一的一例。 不仅如此,通常来讲,只有皇太后,皇后的丧礼,才需要告查太庙祖宗,而年氏追逝时,雍正也举行了告辑仪式,可见是视她等同于皇后,因此,年氏成了除孝敬献皇后外,唯一与雍正合葬地灵的皇妃,而且还是以罪人家属的身份。 这样的恩宠,已经与政治无关了,雍正是完完全全将年氏当作是自己的妻子来对待,所以才会让她与自己合葬。